警察在都已經受理了 那當然刑事警察局在辦這個案子 有他一定的獨立性跟專業 我也不能干涉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那他們的根據他們的專業 做出相關的判斷 那我們就尊重他們的專業 那大家有意見 那可以再提出來 我想警察單位也會斟酌大家的麻煩 那外界就有質疑說是不是不敢辦 沒有什麼不敢辦 我想警察在辦案跟檢察官在辦案都是一樣的 因為警察跟檢察官他們檢警調 這個都是一批人 所以在處理很多的案件裡面 那都是依法辦案 按照證據 就這樣來處理 問一下下一個發言人怎麼樣的人比較適合 因為有人等你說立腿這樣子 這不是我的domain 也不是我的 我們為你做18年喔 我不清楚 從我跟他都說 我會去哪一半 我會去做 我會去哪一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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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會 你到你這裡的燈 我都在這裡 我吃不完 啊這排骨 這我都在這裡 這我沒聽 我沒有說 這小菜我都在這裡 所以我這裡 我家有十五個四百 為什麼 我二十八年 我好 你們就知道 我家的東西 那針對行政院議員會後 記者會 關於台北市牛肉麵冠軍 呃 的菜單使用美牛的這件事 許多媒體以達臉北市府為題 去操作政院跟北市府的衝突 那相關論述與事情不符 我們在此要做個澄清 那另外呢 呃 在院會後 我們出示牛肉麵節的冠軍得主 菜單上面 標示的 他是採用美國牛 那其實是要凸顯嘛 政府自2012年以來 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以後 國人使用美國牛肉 牛排都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萊克多巴胺是飼料的添加物 那業者後來出示的殘留證明 也表示說 牛在食用代謝後 即便是他在飼料中有任何添加物 呃 尤其萊克多巴胺 就在代謝後 往往在肉品中其實已經無法減速了 所以我們的標準才會定0.01 ppm 這個值其實是經過科學驗證 那各美市賣場所賣的美國牛肉 跟其他進口商的牛肉其實一樣 即便飼養過程中在飼料中添加萊克多巴胺 但是只要肉品中的殘留值 符合國際標準 對於健康就沒有任何影響 那相關論述其實是基於事實的陳述還有科學證據 其實完全沒有針對北市府或者業者的意思 不過造成業者的困擾 我還是要深感抱歉 呃我也要幫所有的牛肉麵業者澄清 無論他是使用哪一國的牛肉 只要是合乎國家的標準都安全無欲 那至於院會過程中 院長對於柯文哲市場 呃在臨時動議中提出的相關建議 尤其涉及標準還有各種科學標準 還有衛生專業的範疇 院長也請為不顧跟農委會做會後做一些演理跟回應 那過程其實非常理性跟和諧 並沒有任何的衝突 那以上說明